侏羅記的昆蟲化石你們有沒有見過 我今天給大家帶來了兩對 這是一對明中的化石 這是一隻雌性的 可以清楚的看見它的產卵器 而這一對是大蚊化石 它我們現在的大蚊幾乎沒有什麼區別 我們甚至可以看到大蚊翅膀後衛的一對平衡棒 昆蟲其實早就存在我們地球上了 最早在昆蟲化石發現於 距近四億多年前的藻泥盆劑 其實我們生活中最常見的就是昆蟲 蜻蜓蝶蝶蟻蚱蟆蜂蚱蚱蚱蜘蛤 等等等等 而今天我要給小朋友們推薦的這本就是 昆蟲祭吏 gen tut 裡面非常的有意思啊 比如螞蟻王國是怎樣的 史可郎又是如何搬運糞球的 小小的身體擁有大大的力量 可以搬動巨大的糞球 每天聽到知了的叫聲 我就知道夏天來了 我抓住了一隻蠶 彷彿抓住了整個夏天 夏天的夜晚很多動物都休息了 不过大自然的音乐会可没结束 你看 枝头上站着一只毛头鹰正在唱歌 草丛里也有一只灵蝉 正在让它歌喉吸引异性 你可曾见过满天的萤火虫 又知道萤火虫的幽虫生活在哪吗 农药的喷洒让这些暗夜的小灯笼几乎绝技 这是一本可以玩的理题书 小朋友们在玩的同时也学习到了很多知识 开阔了视野 了解了我们大自然 是一本很不错的启蒙书记 所以喜欢请收藏吧